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性的问题 就是家教跟教养 为什么说很特别的 就是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第一夫人周美清女士 她呢在写亲子杂志的内容当中 最新一期的分享 就是她父母亲留给她的人生经验 叫做家庭教养 周美清说父母的言行举止非常重要 因为呢孩子会学 要不然就会有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番说法对照呢前第一家庭的弊案连连 似乎忍不住让人有所联想 哭哭嫂不止爱读书还写亲子专栏 最新的第三篇文章谈教养从家庭开始 周美清写道孩子的教养是父母则无旁贷的天职 没教好是父母失职也是耻辱 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 而父母的行为举止都是影响孩子学习的榜样 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周美清可能没有刻意说谁的意思 但是贬家必按费费商商的此刻 很难不让人有所联想 可以把我物谋化 可以把我人口扭清 相信你们骗不了上帝 前第一家庭怪媒体的画面 和投书历历在目 但是现在第一家庭的周美清 却有不同见解 在新的专栏里头写道 孩子没有教好 不能只怪学校 只怪媒体或只怪公众人物 父母自身的言行更重要 毕竟品格教育没有下课时间或是假期 周老师的妈妈精Part 3 分享家庭教养 没有朝野的问题 纯粹是非 新闻占潮城李屈中 台北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